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台北市的主观幸福感仅在中等水准 但是客观的幸福力高 排名大幅越近到仅次于新竹市 在亲友支持政府作为健康状况等满意度 排名提升较多有直接的关系 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 台北市作为台湾的首善之都 无论是产业环境就业软硬实力 都是代表台湾面向国际的橱窗 最近几年是台北市各重要的愿景 与重大建设逐渐落成的关键时刻 像是U-bike活化带水和捷运路网 网络通讯甚至年轻台北等市政的愿景 逐步的落实都会带动增和发展 不只是环保或交通 生活品质景观友善程度都全面的提升 这也是提升台北市幸福指数的正向因素 内政部长李鸿远表示 土地征收是推动建设必要的手段 不可能废除 但是只要长官同意 他就能提出一道土地正义 与经济开发的土地征收政策 李鸿远表示 他手上有五颗球随时在空中抛 这五颗球是土地承载率 灾害前市图 公共设施保留地解编 防灾型都更 审议过程的检讨 这五颗球要抛得漂亮 不会漏街落地 光靠内政部是办不到的 必须要有行政院的支持 才能够推得动 李鸿远也呼吁立法院 要让五颗球运作 一定要赶快地通过国土计划法 政府有了法院 就可以大胆地去做 大幅地改善土地征收 引起的反弹弊端 国家能够建设 人民的土地正义 也能够获得保障 限速政策上路11年 环保署为了减少塑胶的用量 明年你公告取消购物用塑胶袋厚度的限制 以后在超商素食店等地购物 需付费一到两块钱 也可以取得薄的塑胶袋 另外自2016年开始 限速的对象将会首度地扩大到 面包店 书店 洗衣店 不得再免费地提供塑胶袋 为者最高可罚6000元 并且连续的开罚 环保署署长沈世宏 去年要求通牌的检讨限速政策 最近报告出炉了 除了规划明年勾告 后年取消购物塑胶袋的厚度限制 2016年也将增加了管制的对象 初步点名的业者 包括了面包店 书店和洗衣店 不得再免费地提供塑胶袋 环保团体对此表示支持 但是也担忧 因为薄的塑胶袋成本降低 会让业者趁机大捞一笔 环保团体并且建议将 服饰店、水果店也纳入管制 环保署的官员指出 过去薄的塑胶袋装重物容易破 如今已经突破了技术的瓶颈 渴望借此减少塑胶的使用量 不过薄的塑胶的成本比较低 收费却不可能低于一块钱 必须要严理配套的措施 外形壮丝鸭子头的摄子岛 环保和兵自行车道有两处的缺口 必须骑到岛内的道路与汽机车争道 北市府在缺口处打造了尊用道 将在10月5号开通 摄子岛和兵自行车道终于全线的串联 市府水利处表示 摄子岛的和兵自行车道两处的缺口 可以说是北市和兵自行车道 最后的一块片图 串联之后 全市的和兵自行车道都是专用道 不必在骑到一般的道路 汽机车分流 水利处表示 摄子岛的环保和兵自行车道长约8.9公里 车道平均关度是两公尺 绕行摄子岛一圈需要一个小时 很适合亲子卖骑欣赏 享受摄子岛的人文风光 自然生态 另外有车友表示 摄子岛内的自行车道的照明不足 加上骑车的人数少 天黑之后有安全的疑力 雪利处回应将看公园处 沿以照明的问题 接着来为您播报气象 转气象局表示 天吐台风远离台湾 昨天傍晚前后 在台湾 香港跟汕头之间登陆广东了 气象局表示 今天的台风外围环游的影响减弱 但是水气还是偏多的 在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澎湖金沫马祖 仍然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 不过下一个区域 还有雨势 都会比昨天来的少 中部以北地区 恢复为午后有局部的短暂 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在气温方面 也会比昨天稍微回升 预测西半部的气温 大约是25到32度 东半部大约是24到31度 另外呢 东沙达仍有九档时级的 强震风出现的几率 要请民众要特别的戒备了 像是金门 马祖 澎湖 还有台湾的西南部 东南部沿海呢 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请问海边活动的朋友们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另外呢 今天要往返香港 以及广东地区的民众 要留意台风的最新 以及航班资讯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 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 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 多云是因短暂正雨的天气形态 其他地区包括了台北市 新北市 陶珠苗地区 都是多云午后 短暂雷正雨的天气形态 在乘雨距离部分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陶渊地区 新竹地区 占雨距离都是30% 苗地地区的占雨距离是50% 详细的温度部分 基隆市 25-30度 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陶渊地区 是26-32度 新竹苗栗地区 25-32度